金利比 它的牛肉超大片 然後上面有放一小抽的芥末餅 抹茶口味的 哇 這個蜜紅豆的量 有第一集就給各位 哈囉 我是VV 我是有人在 MOMO PARAuto的門口 有人應該想說 之前VV不是已經拍過MOMO了嗎 沒有 我上次拍的時候 下面就超多人留言說 Momo Paradise要吃它的和牛饗宴 今天就來個初體驗吧 到底和牛饗宴值不值得春季還有好不好吃呢 好 那在這邊看來之前 記得按讚 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請回收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FB還有我們的IG 我跟Winnie都會更新喔 那我們繼續吧 走 OK 我已經進來了 我覺得這一間它其實沒有到很大 但是它有一個像是有小蓮子的隔間 我覺得隱私性其實還蠻夠的 那我有看它的桌面配置啊 基本上上面就是會有醬汁還有水 給你加受洗燒的濃淡度這樣子 然後還有基本的餐具 旁邊的話它會有一個抽屜 拉開來的話呢 裡面會有面紙還有牙籤喔 那因為我今天選這一間店 它就是會有它的一般價位 還有它的和牛價位的 一般價位的話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之前有開過的影片 我們有去吃過Momo 那基本上啊 如果你要選和牛價位的話 用餐時間一樣是90分鐘 但是因為它和牛一定要雙人用餐 所以如果是單人的話 可能就只能選一般的價位了 它基本上平假日都是888元加一成服務費 那它跟一般的菜單其實一樣 差別在於它多了前菜 還有主食 還有甜點 牛肉的話呢 多了三種比較好的牛肉 因為它這個選的都是鴛鴦湯底 所以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因為我記得原本它的價位 它的鴛鴦湯底的話是要加手錢的 點餐的話是使用它的QR Code 那你選你要吃的方案 還有選湯底任何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QR Code裡面選喔 我剛剛大概點一下發現 它的冷卻時間是5分鐘 但是拉麵會建議大家提早點 因為拉麵它剛剛有說是現煮的 是大概要等個15到20分鐘左右 它拉麵我覺得很讚的是沒有很大碗 所以感覺不會到太髒了 一個人的話是現一份 那你要點不點就隨便你 上面有一些 看起來是蔥絲 那還有肉跟玉米 然後底部的話看起來就是真的很新味噌的湯的感覺 因為我們好少拍拉麵 大家會想要看拉麵嗎 但因為拉麵感覺在吃到飽裡面不太常出現 我覺得加那個蔥絲 那個爽脆感超讚的 然後它的拉麵體是正常的軟硬度 只要是我覺得它的湯很好喝 辣味的話其實很小 大概微微辣而已 整體的話那個味噌味非常非常的濃郁 握壽司 一份和牛握壽司是兩罐喔 總共可以點兩份 這個看起來太誘人了吧 欸它的牛肉超大片 然後上面有放一小撮芥末 它下面的飯還OK 沒有放到太大的果 然後我覺得芥末沒有什麼存在感 因為它上面有酸甜甜的醬 其實都是被那個甜醬給占走了 我覺得這可以點一份一人一個 這樣嘗嘗一下 終於要到鍋的部分了 鍋的話呢它總共有五種湯底 有時候會推出第六種 目前沒有 那我選擇呢是壽喜燒鍋 還有它這個 臀骨鍋 這是我請剛剛的店員姐姐推薦給我的 那壽喜鍋底的話呢 它就是會附上生雞蛋 還有七味粉一起吃 雞蛋的話都是可以免費續的 那如果是臀骨鍋的話呢 它會附上它的蒜香辣油 還有蔥花 等一下我們也來吃吃看 那我們先從它的澳洲和牛開始吃 它的澳洲和牛的話呢都是M6到M7的 沒有到M9這樣子 那我們先吃和牛的三叉肉 某某的壽喜燒醬汁真的非常非常對我的味 甜大概是介於一番地是最甜的 然後它是甜中帶一咪咪鹹 然後炒肉是鹹口的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吃的那個三叉肉啊 我覺得它的嫩度是非常OK的 但是它會帶著一點點那種肉感 然後吃完之後搭配那個甜的韻結 讚 下一個來吃前腿心 牛排紋理好漂亮 我比較偏愛前腿心一點點 因為前腿心它更嫩 然後咬進去有那種 不啾不啾 Juicy的感覺 最後一種肉是自然牛肩胛 它跟一般的菜單差就差了這三種肉 那你如果想吃一般價位的肉 或者是豬肉雞肉什麼 都也是可以點得到的 嚇死我了 不可能連夾子都用不好 嚇死 它們都一樣嫩 但是它的油花稍微多一點 所以會多一點那種奶香奶香的味道 只是我個人吃起來的話是覺得 如果你是要一直吃醬洗鍋的話 會比較建議吃和牛 因為和牛它油花比較少 比較不會那麼膩 我來試喝一下它的這個 店員推薦豚骨的味道 它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再更深一點點 原本以為它會比較偏白湯的感覺 它明顯是比較鹹口的 因為是還蠻鹹的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煮到後面越來越鹹啊 在吃之前呢 我們先調一下它的專屬的醬底 超搭的 它們加起來整個碰撞出新滋味 加上裡面那個湯的原本的鹹味 真的Level Up 欸這個很好吃耶 推薦大家點豚骨骨 我好愛喔 前腿心也給它下去 這樣子大家真的好好吃 但我覺得大家要適時的補充點那個辣醬 因為它那個湯啊 會隨著你每次蒜肉進去 會再多一點湯 就會變比較淡 再來吃這個 肩胛 我個人覺得啊 比較油的肩胛最搭 如果是和牛的話 我是覺得加壽起比較好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搭配 都來默默了 肯定是要吃爆烏龍麵的 它烏龍麵都是已經煮過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 下去弄熟就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去年拍片的時候吧 這是很久之前 就是在拍那個 蒜樂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店員出來 拿他的水壺 跟我說可不可以 請我簽名簽在他的水壺上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這個店員看起來 不太認識我的樣子 結果我昨天拍片的時候 遇到了當時 請我簽水壺的主人 他說他是因為他在內場 然後不能出來 所以才請別人來叫我幫他簽 難怪那個人一副不認識我的樣子 烏龍煮好了 收起烏龍麵太讚了 我的菜菜大軍來了 我每次看到某某的菜車 都想要給他洗劫了 因為某某的蔬菜真的太好吃 太新鮮了 我還記得上次我們拍某某的時候 我把腐皮還有年糕吧 放在壽洗鍋 超鹹 下爛 杏鮑菇 真的可以耶 真的不會太鹹 風心菜和豆芽 某某的蔬菜 果然不容置疑啊 太新鮮了 甜點時間 這種套餐最讚就是還有甜點 那甜點它最後可以點兩個 總共有三種可以選 先吃一下這個焦糖布丁 好堆 它的焦糖是苦的那種焦糖 配上雞蛋味濃郁的布丁很讚 它整體不太甜 是那種苦甜苦甜的大人感 再來吃一下這個抹茶口味的 哇 這個蜜紅豆的量 它是那種泥造慕斯 所以非常的讚 它上面還有點那種 除了抹茶以外 有一種果仁的味道 蜜紅豆也不會太甜 上面脆脆又加了那個口感 這兩個都是超級有水準的甜點耶 吃完了 首先它的和牛品質是非常OK的 我覺得三種肉質都超乎我的想像 不過因為它的價錢是888嘛 可能如果你平常是習慣吃一些 連鎖品牌可能800多 就還會有海鮮的話呢 可能MOMO的選擇就比較小一點點 因為它其實就是多了甜點 還有多了和牛跟拉麵還有壽司而已 但如果你是很愛吃MOMO 像我一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嘗試一次看看 然後除了和牛以外呢 我覺得它的甜點也非常非常的加分 就是不會有那一種敷衍的甜點的感覺 總之還是非常推薦大家試試看 喜歡我的影片一起幫我按讚分享 可以去看我們的優惠網站 cpok.tw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坦白說我完全吃不出 和牛兩個的差異 我剛剛 我剛剛給Jims吃 他也吃不出來